依然何宇文于2020年宣布离婚 目前与前夫共同扶养女儿 他不时会透过社群平台分享工作 生活的日常 吸引不少粉丝追随 日前他在现实动态发文透露 自己结束工作后与女儿进行了通话 但没想到孩子在睡觉前还在滑手机 令他感到十分生气 忍不住狂骂女儿 他在文中表示自己回到家之后 感到很难过也很愧疚 开始检讨自己到底是因为孩子看手机的举动 让他感到愤怒 还是自己本来心情就不好 而找理由迁怒女儿 何以为爷探言自己很容易产生罪恶感 也很爱自我检讨 但种旧妈妈也是平常人 女儿也的确犯了错 至于口气好不好的问题 就不要为难自己了 也决定放过自己不再钻牛角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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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